字幕志祥寫 遇的是那個尾門燈 的做動能功能跟操作 大致上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是全新 專屬開發的,跟外面不一樣 看一下亮度 這個是黑殼喔,黑殼就有這種亮度了 不是透明殼 也不是那種 白霧的殼 我們是用黑殼就有這種亮度 然後 現在是最亮的模式 如果你要調光的話 按著不放 它就可以讓你隨心所欲調光 然後這個是最暗的 這樣子 就可以調到你想要的亮度 然後這個是調光功能 用意就是在說 假設說你今天有去露營還是去哪裡 你需要長時間開著 然後你不需要那麼亮 如果你要調暗的話 就可以依照 依照那個調光模式下去調 然後 要調的話就是 它開始 我們就是以最暗 是頭 跟 最 亮 是尾 齁 這樣子去 去做 區隔 齁 如果你在最亮的模式下 開始 撿光以後 你就讀1秒 2秒 3秒 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去計算 你就可以把兩邊 用一樣的秒數調到一樣的亮度 齁 大概是這樣子調 如果不調也是可以 然後這一 這一個模組 是我們自己 自己 整個重新開發的 所以 我裡面還有一個可以斷電的 齁 比如說我現在一邊先關起來 齁 關起來以後 我這邊沒關齁 正常來講齁 一般外面的尾門燈 你是不是關起來以後 你打開還是會亮 齁 你看齁 我們的是不會亮的 有沒有 它是有記憶功能的 齁 它不是像以前一般 單純就是通電就是亮 我們這個是有記憶功能 齁 啊然後 你光度定在哪裡 你 等一下再開 開啟尾門 它光度還是跟你原本 停在那裡的 亮度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它實質上 我們的那個板子 是有記憶功能的 齁 比如說我現在調 調暗一點 齁 調暗一點 兩邊亮度都不一樣 有沒有 我現在重開 這邊還是暗的 這邊是亮的 所以我們的燈是有記憶功能 它會記憶你 上一次 選擇的亮度 我現在再把它調到最亮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介紹到這裡 有興趣再 在問我們 那個燈 還是用電話 另一邊 是 人 還喝